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最近大家会发现有些股份就强势到可怕 就某些程度你会觉得说没有拥有它 但是它每天就长给你看 有一支个股我不知道有多少家庭观众拥有它 说的是比亚迪电子 比亚迪电子方面有很多的报告 最近也都是调高了它的目标价 没有办法 今天你看又升到了31块7毛5的一个状态 我们有看一些报告 大概总结一下来说就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觉得说它自己在安卓那一边 已经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金属结构件的供应商 另外在北美方面 它也能够进入iPad iTouch这一方面的组装的供应链 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 它的口罩的产能 据说现在有人说它的口罩产能是全球第一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它至少让大家带来了一个幻想的空间 有些人觉得说它打通了医疗器械的这个出口的这个领域 有可能可以未来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部门所在 当然风险我们也可以想象了 口罩的业务会不会有波动 接下来这个市场的竞争人就是在 会不会影响到它接下来的这个利润 能不能支持到它的一个股价 叶先生您刚刚都已经把这一板纸给我们看到了 它是因为进入到这30个成分成员之一的一个因素呢 还是说它在里面表现得特别强眼 也有些它自己的一些道理所在 对那这个比亚迪电子呢 其实如果你说第一呢 也是拉入到那个航生科技技术的成分股基因嘛 那么其实当然这个也是说市场对它的有一个认可 所以大家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也是因此呢 有所这个增加的这个也是肯定的 那另外一边其实因为早前其实大家都比较担忧 可能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么一些手机相关股啊 手机零部件这些股份其实大家都比较担心嘛 因为疫情影响到经济嘛 对于一些手机的这个出货量啊 那么都有一些担忧的 那么但是呢 比亚迪电子的这个10点就是出来 有一个搞了一些这个口罩的一个业务 那么这一边其实我们觉得也是有它的一个新的一个亮点 所以早前可能有一些基金也是有机会 去到它的这一边来的 所以早前有一些基金都已经进来 都已经是有一定这个仓位 那么现在你看到可能比亚迪电子啊 那么不但是口罩 口罩这边我们有一些客户在 在北美拍掉 拍过来 其实它在当地的一些超市啊 有它的这个口罩在卖 所以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对它的一个关注度 也是有所提升了 另外一边你去 刚才段杰宁也提到 其实它本来的这个主营的一个业务 那么它的一个零部件啊 它对一些生产线都已经可以加入到了 它这个主张的一个生产线里面 那么Android啊这一些可以做的时候 其实它目前的是相对比较 各方面的亮点都有 所以其实也吸引到基金刚才说的 前一段我们不是说 现在大家都在找机会 所以这个机会取出来了 大家肯定也是很珍惜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股价就是有一个进步的 不断的一个推高了 但是现在推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这个会不会开始市场上面要 要有一些些质疑所在了 还是说其实这个质疑一直都有啊 只是没有想到已经开 可以继续的拉升到现在的位置 其实这个确实每天我们在市场里面 就是验证一些每个消息啊 验证一些新闻啊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就是要每天都来做了 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 反过来可能也是股价涨得挺猛的 那么大家的信心也是逐步的有所这个增加了 但是当然如果你说最后 其实因为中报呢 这些时点也快来了 应该是如果应该也是月中吧 比亚迪电子的这个中报也会出来 那么到那个许列啊 应该就是最好的一个验证的一个许列 因为公司这边对公司的业务啊 对他各方面的一个发展呢 只也会给大家有一个描述嘛 那么到那个许列应该是8月中吧 大家也可以多加一个注意 就是他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公告 我们下期再见